這間咖啡廳的兩位主理人 因為對古董老屋的喜愛而相聚 從原本在市集共同經營古董攤位 到落腳這棟老宅 最後共識搖身一變成為咖啡館 一人在比利時淘寶 一人在高雄經營 到底是怎麼樣的機緣巧合呢 那本來是想說 讓它佈置成一個空間 來呈現我們的老盤跟老建 那佈置完之後 發現那個氛圍太喜歡了 那就想說跟咖啡館來做結合 使用我們本身的一個老盤盤 來呈現甜點 而這裡除了以有歷史的 餐具文明外 店長小敏也用獨特敏銳的品味 創造符合這些老盤盤韻味的餐點 咖啡館裡頭的甜點 就是我自己這邊親自製作的 所以在材料跟食材的選用 我相當的重視 那伯爵布丁我是嚴選 就是法國百年品牌 馬黑兄弟 那它在布丁上的一個風味呈現 它是可以很溫潤的 溫潤然後吃到嘴巴裡面 你會感覺到那其中的一個深度 是一個很濃郁那很綿密好吃的布丁 不同於一般的咖啡廳 有鮮明的風格分別 我們一走進門就感受到一種獨特 無法定義的氛圍 台灣老屋的馬賽克磚牆和塊木門 與歐洲的復古餐具融合 產生一種東西混搭的美學 而這也連結到這間老器物咖啡廳 希望傳達的理念 透過氣味的分享 那我們希望這些 以前的歷史的故事 它能夠可以被傳遞下來 那也希望說現代的人去使用它 那能夠細心的對待 那既然提到使用 老闆也向我們說明 有關這些器具的小知識 哦 原來這個碗 在歐洲是有這樣的作用 大家對碗的 在台灣的就是想像 大家就是吃飯喝湯 那在當地呢 在歐洲它的一個 對於歐雷碗的使用 它是以喝拿鐵的方式這樣 那就是在我們咖啡館裡頭 就是你來喝拿鐵的話 你可以享受到 不一樣的一個氛圍 店長提到 在開店的這幾年 明顯能感受到台灣人 對於收集古董餐具的態度變化 他們興味於這種轉變 期待有更多人 體會到老物蘊藏的美 記者邱玉婷 陳柏宏 採訪報導